哈利路亚布朗尼的掌声归给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在二三千世代 恢复万名圣徒吧 哈利路亚 这一周各位在现场当中 以主成为我的队长 引导我们确认且享受 能够成为最高音源的现场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首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问 各位刚开始做信仰生活 对于你们自己而言 对于信仰生活开始都有自己的一个动机 那么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当然有的人呢 因为是母太信仰出生 就因着父母是信仰人士 跟着父母来到教会 那么有的人因为受到某个人的帮助 所以来到教会 所以来到教会 还有的人是自己 独自找到教会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们刚开始有信仰生活的这个动机 能够相信耶稣的这个动机 是什么呢 听人们这样那样的语言的时候会发现 区分出来有三个大理由 因为这个理由他们也开始了信仰生活 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自己要好 达着我的中心 我要得福气呀 对挺好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为了守住自己的 因为我自己的全部都要变得最好 所以就是只想着自己 仁慈 因此人们如果没有办法 一同前行的时候就会有纷争 就是为了自己的 那么还有的一部分呢 就是将来我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为了过真正的成功人生 我的未来该怎么办 我 我的 我的未来 大部分的人 就是因为这些部分 然后所以拥有各样的宗教 他们不去拜偶像 但是却以拜偶像的心 甚至于在教会当中有信仰生活的人 他们也是 因为这些很多的理由 在教会进行着信仰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很好 OK 但是要快点从当中脱离出来 但圣经里面 都没告诉我们说 我 我的 还有我的未来 有让人完全陷入里面的 眼睛看不见的 这就是撒旦 是魔鬼 所以我们的征战 不是与人做的征战 让我陷入我 我的我的未来当中 眼睛看不见的撒旦 是与他的征战 绝对不是与人的征战 是与撒旦的征战 但是这撒旦会怎么样呢 生活的撒旦 不管怎么样 千方百计 才让人完全被离间 不仅让人跟人之间关系挑拨离间 也让人自己陷入自己的自我离间当中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肉身的 然后属灵的 让人在肉身与属灵的部分当中产生纠结 但是我们真正的征战是什么呢 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做征战 而是做属灵的征战 新约圣 新约时代当中有得最大应允的 是谁呢 就是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在信仰生活当中 那么他的人生信仰生活用意 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一场征战 在以夫所书当中六章 说我们真正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 而是与空中掌权的邪灵 是与这些去做征战 所以你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创世纪三章六章十一章 我 我的 我的未来 被撒大所挟制的这部分 如果没有办法从当中脱离出来的话 你们没有办法做属灵的征战 而且有神所准备的祝福应允 已经准备了无比惊人的 但是神所有的这些准备的 你们却没有办法去享受 所以我们要做正确的属灵征战 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 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一定要警醒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凶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然后九节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魔鬼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真正的征战 是做属灵的征战 我们在这世上 到底多少程度的 好好地做属灵的征战呢 正因如此 我们就能够享受神所准备的 祝福 我们本是拥有神的形象的人 在堕落之前 在离开神之前呢 实际上 只要享受神的祝福就可以 我们是这样被创造了 但是因为堕落 结果因为离开神 离着基督 所有的人都得救了 那么所有得救的神的儿女 一定要通过属灵的征战胜利 一定要通过属灵的征战 能够去享受神的祝福 必定会这样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做属灵的征战 今天的本王内容也告诉我们说 不是别的部分 在生命纪20章 当中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神是我们这一边的 所以你们要知道神的做工具 做属灵的征战吧 这就是生命纪20章整体的内容 那么为了做这属灵的征战 首先我们要怎么样 不要害怕 我们首先要从这惧怕当中脱离出来 这是本文内容 一到四节的内容 不仅要从害怕当中脱离出来 实际上为什么要从当中脱离出来 我们看第四节当中说 因为一个话 你们的是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与筹力征战 因为一个话代替我们征战 所以我们不要陷入惧怕当中 然后五到八节的内容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完全做征战的准备 我们看第五节当中说 馆长对百姓宣告说 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 他可以回去 然后或者说 如果有谁订定的妻子尚未赢去的话 你要回去 然后谁害怕的话也可以回去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是让你回去是目的 是让你完全做征战的准备 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人生当中 拿着神所赐的祝福 应允要去享受这一部分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对于这祝福应允最重的是什么呢 这一周当中 你们在所有的生活现场当中 而是你们平生当中不要措施的就是重要的部分 这是什么呢 我们要恢复属灵的组织 有另外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要做正确的征战 属灵征战 能够做正确的属灵征战 你们要去打造这样的体系 首先本论第一点 我们要准备神心愿的征战 如果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胜利的话 我们不是单纯的说属灵的征战胜利 而是说 能够在一切当中胜利的开始 是从属灵的征战开始 一句话来说的话 一切胜利是从属灵征战胜利开始 所以马太福音12章29节的话也告诉我们说 如果不先捆绑这家里的壮士的话 你怎么能够盗取他家里的财产呢 我们首先在现场当中要捆绑壮士 要做这样的属灵征战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征战是只要你做征战就必定能够胜利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已经胜利的征战 我们是做他已经胜利的征战 我们只要去征战就必定能够胜过 这征战内容是什么呢 在属灵征战当中最大的武器是什么 就是福音的话语 我们要征战的武器是拿着话语去征战 所以就要你们知道的耶稣 基督也在共生亚生活开始之前 魔鬼马上过来诱惑他 在马太福音四章当中 魔鬼有四个试探过来试探耶稣 但是耶稣当时也是在面临撒旦的试探 对撒旦的试探拿着什么 拿着生命有力量的话语 胜过了这一切 所以重要的部分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愿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阴影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属灵的征战 黑暗事力被击溃天使的天军天使就被动员 就会过来为你们做服事 这金人的祝福是通过你做属灵征战成就的 首先我们做属灵的征战要知道的部分是什么 甚至分明告诉我们说 世界比我们更加的强悍 不是这样的 这世上比我们非常的更加强大 创世纪三章 比我们真的非常的强悍 创世纪三章的内容是什么呢 所有的人全部都被创世纪三章全部都卷入 属性者是完全陷入里面不知道的活着 不知道这有多么大的影响 多么的有力量 甚至于相信的圣徒也没有办法当中脱离出来了 但是却没有办法从里面完全解脱还是受着影响 而且还有很多人因为创世纪三章的问题受着伤害 这创世纪三章的内容 凶我的撒旦 非常清楚我们所有的部分 让我们不知不觉就陷入里面 按照我的水准被陷入进去 所以创世纪三章 你们要明白这里面有多大强悍的力量 这是最初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的内容 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消失了 创世纪六章当中 因为罗马时代的昌盛 现在我们的社会一样 很多的人拿着这些文化的美名 所以陷入这里面 其实我们实际的看一看 创世纪六章的文化是拿菲利的文化 这事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呢 完全是拿菲利的文化 作为神的百姓应该跟随神的话语 但是却被文化所欺骗 这是不知不觉就成为我们的基准 文化就成为了我们的基准 就是说它有如此大的力量 那么创世纪十一章呢 非常强悍的讲着成功的内容 其实我们都会这么说 世上是如此的伟大卓越 让我们没有力量 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自己没有力量 我们就会认为世界非常有力量 非常的卓越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 就成为了我的标准 而世界非常的伟大 看世界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太渺小 不知不觉就成为我自己的标准了 看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自身的做属于的征证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看现场 正确的看现场 我们要预先知道才可以 创世纪三章六章十一章 刚才跟大家讲这一部分内容 对吧 这不仅只是圣经当中最初就有的事情 难道是最初只有圣经年才有的吗 甚至于很多的幕会者 都不知道这些事实 还在依然持续着 非常抱歉 甚至于很多的神学家 对于创世纪三章六章十一章 现在也不断的在进行着 也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做属于的征战 也没有去做属于征战的理由 因为不知道他怎么去做征战呢 实际上创世纪三章 通过新时代的文化 不断的攻击 我们现在也依然的攻击着 还有创世纪六章的 拿菲利文化 通过攻击会在现在进行 对吧 犹太人的这些组织 就像创世纪一章 盖巴比塔的这些事情 现在依然在进行 这不是以前的故事 而是现在我们现场在发生的事情 对于这发生的事情 我们认为是一个一眼一样 认为是另外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真的要有正确的看到现场的眼目 重要的就是 在这样的一切历史当中 有灭亡的历史在不断的反复 这些恶循环不断的在反复 但是分明的就是 不管创世纪三章的事件 再怎么样的伟大 创世纪六章的文化 再怎么创世纪十一章的这个 埃及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强大的国家 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埃及 但是以色列百姓 四百年在埃及是奴隶的人生 虽然只是真的 我们口里面说四百年奴隶的话 四百年过奴隶生活 就是没有任何的感知了 出生就是奴隶 出生就是这样子 然后结束人生 他哪有什么样的希望啊 没有任何能够奋起的力量 不断的怎么样进行 都是奴隶 在这奴隶状态下 他们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这样的以色列百姓 但是呢 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 对于四百年奴隶生活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因着神的能力 因着羔羊血的能力 胜过了埃及 这是在说什么呢 世上的国度再怎么强大 他再怎么看起来有力量 却没有办法胜过神的国 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事实 所以我们应着基督名字 结果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必须要去做属灵的征战 只要你去征战 就一定在属灵的征战能够去胜利 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现场当中不是做别的 而是正确的看到现场要抵制就可以了 雅各书四章七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 故要抵挡魔鬼 那么魔鬼就害怕逃跑了 实际上我们说要去征战 我们只要哪怕动一步的话 我和各位的脚步当中 胸过了撒的魔鬼就已经被击溃了 我们只要知道哪怕是一步前行的时候 你们就会胜利 所以今天的本文内容四节的话也说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 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 拯救你们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只要去动起来的时候就能够胜利 为什么呢 因为主已经在我们前面让魔鬼逃跑 在明加书二章三节的话也说 因为耶和华在前面给我们打前锋 就是这样的 我和各位的脚步只要动起来的话就能够胜利 我们就能够得到保障 因为各位已经铭记民没有这样得胜利保障的身份 重要的就是 是 世上 我们让我们去 现在的世上 也在完全被神所 掌控管制 你们只要去仰望 现在也在统治管制这世上的神就可以 所以对这一部分我们要去武装不是别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拿着话去武装就可以 我们说拿着信心去武装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是以话语来武装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信心是从听而来 听是听耶稣基督的话 而来的 所以我们在属于的征战当中 现场要去做武装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以话语去武装的意思 所以各位 每一周每一周当中 拿着已经赐给的话语 去处境这话语的时候 你们 真的是在话语上面所树立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坚固 绝对 成为不倒塌的人生 马太福音七章当中 说听我话 这样的人是被树立在盘石上是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的话语 就是说 无论怎么样 哪怕是有风吹过来也是没有关系 雨林也没有关系 因为根基地在盘石上 就是我们不 错失神的话语 持利神的话语前行的人 他的脚步 人生当中 人生的本 真就会被树立的更加坚固 反而因着各样的逼迫 问题 虽然真有这些问题 逼迫反而变得更加坚固 为什么 因为变得不动摇 不倒塌 就算有雨林水冲风吹 但是却不会倒塌 真的持利话语的时候 你们哪怕面临这些问题 更加会享受胜利的祝福 因为如此 我们来着话语武装的时候 在现场当中 我们就可以体验 统治现场的神的做工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会变得更加的刚强壮丹 通过希伯来书十一章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证人 这证据是什么的 出来教会他们也是 通过他们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他们有多少的逼迫 有困难对吧 虽然如此 但是他们却在话语的流向当中 拿着话语胜利 因着时间 岁月推移 他们却更加的坚固 而且实际上 他们看到了神与他们同在的事实 可以看到 神正确引导他们的事实 所以就是信耶稣的人 只要正确持续神的话语的时候 没有必要去找这些算命的 会有这样的感触 因为没有办法形成啊 所以就是 在教会里面有信仰生活 也是这样 有这样的统计 对吧 百分之七成都是去找这些算命的 都有这样的统计 虽然信耶稣 却去找这些算命的 为什么呢 但是如果我们持续分明的话语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做工 我们不仅能够 大胆就能够看到神的做工 而且拿着这个话语 我们去的现场就可以体验到两个部分 第一点 就是 神会 击溃我们的仇敌 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 神会在我们的前面去击溃我们的仇敌 出埃及第十几章当中 以色列百姓 遇到了亚摩利的战争 当时 摩西 上到山上 然后举手 祷告 当时亚马里的战争当中 有亚伦 还有这些 赤兵 在祷告当中 因着 摩西的祷告 随于胜利 他没有力量 然后胳膊下来的时候 结果以色列百姓 就因着亚马里的战争 又失败 后来 结果 亚伦 就完全帮助摩西 不让他手降下来 因为他的手高举 不断祷告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 胜过了 亚马里人来的 挑战 是什么呢 就是 神代替我们击溃仇敌 不仅 救活了我和各位 让我们的现场 真的 我们去享受 与神话同时做功的 神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神所引导胜利 我们就能看到神的做功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所有现场当中 我们要去做当然的征战 就是属灵的征战 或许 各位在人际关系当中 有让你们纠结的部分吗 你们 才要解决 真的不应该这样想 首先愿你们能够去做属灵的征战 或许 你们有经济问题 和各样的 困难吗 按我们挣钱真的很多就可以了吗 不是的 这也应该从 首先从属灵征战开始 或许你们应该 子女的问题 然后很艰难吗 有因为子女的问题 热泪银筐的吗 你们再怎么样 不断的跟子女说 子女也不听话 有这样的子女对吧 我们想要子女好 子女就好了吗 不是的 重要的就是 我们首先要做属灵的征战 愿你们不要错失这一部分 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医生 是信耶稣的家门 有一天 丈夫对夫人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你继续过人生了 我们离婚吧 作为妻子 他也是医生 他觉得丈夫想要做什么他尽力帮助了 但是某一天听到了 丈夫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然后妻子 完全 崩溃了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问丈夫丈夫就说 我没有理由 就是不想跟你过日子了 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 就是跟他说了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也知道这一部分 属灵的问题对吧 在你 当初后面 不断做工的这些黑暗的事 我们不要说别的 为了这个去祷告就可以 过了一个月之后呢 然后他妻子做了这样的告白说 然后他收回了要离婚的话 然后进去的被信仰生活所引导 说了这样的部分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在人类关系当中 以为是我错了 我应该怎么样 我要好好的去做 真的是这样吗 人类关系 物质的问题 还有子女的问题 还有你们学业各样的事情 所有的一切 我们可能会想的很简单 其实不是的 这背后的黑暗 势力 我们首先要击溃这个黑暗才可以 所有的一切 我们首先要做属灵的征战胜利 那么属灵的征战胜利的话 你们百分之百就能够胜利了 船道也是一样 不是我们单纯的拿着这些传道的纸张 去说我们首先是要做属灵的征战 抓住这个人的黑暗势力 让这个黑暗势力 离开这个人的时候 只有这样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够去听神的话语 才能够接待神 才能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首先要击溃这背后的黑暗势力 让他能够从中脱离出来的这个本身就是传道 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征战 实际上 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去开始 做传道的时候 那么不管这个人能否回到神那里 你们已经是胜利了 所以你们不仅这一周 而是一生当中 我们常常会遗忘 对吧 我的所有 祝福都是从属灵 征战开始 愿各位不要错失这一部分 这一周当中 一定 要首先做属灵的征战 重要的是 首先要去做的 你们为什么来主书礼拜呢 我们是拿着 接下来要去做一周的生活 首先要去做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来建礼拜 那么在现场当中有神准备给你的应允 通过你们去现场的时候你们就能看得能够享受 所以真的 拿着你的人生一切 你们首先就看到了什么呢 每一天每一瞬间 每一周 首先要做属灵的征战 属灵这一事实 愿各位成为享受真正 束缚胜利的一周 就能明祝愿各位 本轮第二天 最珍贵的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 那么为了在这属灵的征战上胜利的话 我们 已经得到了胜利的保障 相信这一点 已经得到胜利保障的 这一切 去相信才是最重要的征战 耶稣就是基督 你们阿门对吧 那么基督这句话就是 广世纪三章十五节 成就了这一部分的就是基督 广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内容是什么呢 女人的后裔 闭伤蛇的头 击溃撒旦的就是基督 坐落的天使魔鬼 诱惑了亚当与夏娃 他们吃了神不让吃的 善恶果 拒绝神 离开了神 就是这样的事件 这个时候开始 这地上 所有的万物都 临到了诅咒 那么实际 凶恶的撒旦 让人离开神 完全把人掌控 所以 并如此 所有的人就开始成为撒旦 跑腿的 撒旦完全把人掌控 撒旦跑腿的 面临 艰难 辛苦 然后就结果 崇拜偶像 去寻找 算命的 成为撒旦 跑腿的 就是这样的人生 结果 岁月流转的时候 不断的有 属灵的问题 被折磨 死了 还要去地狱 不仅如此 后代 也全部 得到 主上遗传的 这些问题 能够胜过这些黑暗的 一切 这世上没有 所以基督 来到这世上 击溃黑暗的势力 以真王 以真基司长 以真先知 这位基督 带着身份而来 解救明远的问题 死在十字架 胜过 黑暗的权势 灭了黑暗的权势 相信这一事实 就是 最重要的 属灵征战 不是这样的对吧 真王 真基司长 真先知 是这样的基督来了 我们听过这样的内容 但是一去到现场 我们就不相信 真的相信就结束了 约翰福音 因为福音的话也告诉我们说 11章40节 当你相信的时候就是恢复神的荣耀了 我们真正 我们真正要去恢复的 我们真正要去恢复的就是相信神 因为你不相信 所以还是被撒旦所影响 还是在自负感当中 不罪感当中被压制过人生 还是在 在离开神的状态一样 寻找别的 寻找别的的彷徨 真的我们应该相信 愿各位能够去相信 一看的时候 人都不信神 真的不信基督 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就看我自己也是这样 看我自己也是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按照我的心情啊 这个状况就会滴落 不信神不相信 如果真的相信基督已经解决了一切的事实的话 哪怕我们周边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难道不是吗 哪怕我发现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基督已经结束了一切呀 但是不相信 所以看着人的问题 有纠结发生了事情 然后 艰难 就是这样因为不信才会这样 所以最重要处灵征战是什么呢 要相信要相信什么 相信基督 以真仙之真亡 真基督的二来解决了一切 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约翰福音6章33节的话语 16章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话语说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耶稣所宣告的这个胜利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正因如此 所以我们如果相信这一事实的话我们 也能够相信 相信我们也能够胜过世界 对世上所忧虑的担忧的你们不要去做这些忧虑的担心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 今天本文内容告诉我们说 神明记二十章一节说你们不要害怕他们 然后说什么你们在征战的时候不要跟他们说什么 就是对世上的部分 但是你们不要惧怕 不要害怕 三节的话语说 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 也不要因他们惊恐 为什么呢 与我们同在的基督 是胜过这世上的那一位 当心那一位基督就胜过这世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分明就能够享受 胜过这世上的祝福 马太福音十章一节的话语就告诉我们说 太遣门徒的时候 耶稣给他们全秉就是已经赐给他们能够胜过的全能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 你们里面的那一位 比这世上的一切更大 我们里面的那一位 就是基督 比这世上的一切更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魔鬼更大的意思 其实魔鬼真的不值一提 我们已经是做 得到胜利保障的征战 相信这一 保障的话是做属灵征战当中最重要的准备 相信已经得到胜利保障的 这个信息 就是最重要的 属灵征战是做最重要的准备 我们说马可楼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要 在胜利 在把 胜利的锦旗 扎在所有的现场 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 所以去所有的现场 做马可楼去扎上这胜利的锦旗 在这胜利的 现场当中 我们有要去做征战的 最 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 礼拜 成功 这是最重要的属灵征战的准备 为什么让你们抓住讲台的 话语呢 因为这是要做最高的属灵征战准备 今天本文的 第2节内容 20章2节说 你们在要上阵的时候 祭祀要对百姓 面前宣告 为什么祭祀要到百姓的面前来宣告呢 就是 你们要持定讲台的话语正确的 持定 礼拜胜利的话 就是做正确的重要的属灵征战的准备的 意思不要忘掉这些事实 就因为每次在你说话语的时候 你们不要随便听讲台的话语 听的时候你都会都遗忘的 哪怕是很努力的写了 但是如果不打得为你自己的话 你们全部都会遗忘 所以真的在讲台话语流向当中 拿着这一部分 真的我们要去 上一周也强调了 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单词 而且尽可能的话 希望你的默想话语的时候 哪怕去使诗也好 去做什么赞美也好 拿着你们自己的水准 去做着你们自己的作品 这样的人他们毫无一次的 都是在属灵征战当中胜利了 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在属灵征战胜利的话 就是一切都胜利的意思 登的主日的礼拜 是做属灵征战的准备 你们知道这一事实 每一个 圣徒真的愿你们不要错过 主日讲台的话语 不要错过话语的流向 当你们持进这个话语的时候 分明就会领导宝座的祝福 而且通过 主日 礼拜的时候 你们去仰望神属灵的部分的时候 就会临到宝座 不仅如此 你里面的这些黑暗 就会被捆绑 就会退去 而且与你相关的所有的现场 你的子女的禅业 当中所有被黑暗捆绑的 这些部分 能够得到释放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是在你礼拜的时间 甚至享受宝座祝福的时间 就会发生的事情 真的哈纳教会的圣徒 愿你们通过 礼拜能够得到一切的答案 在一周的开始当中 来到教会 直到这礼拜的时间 是做属灵征战 最高准备的时间 然后领受话语 持军之期话语 愿你们拥有这样 珍贵的祝福 得阴云主得民主愿各位 那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直到最后做征战 属灵征战是直到最后都要去做征战 修来撒纳非常清楚 让圣徒没有办法直到最后去征战 但要得阴云的 前一秒 却放弃了 我们要 直到最后的征战 我们要做属灵征战 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喊大叫的要去征战 哪怕是这样的开始 如果属灵征战结束的话不可以 你们知道最后要去征战 直到什么时候 完全撒旦在我手前 屈膝为止 我们这样的去做属灵征战 今天是九节二十节非常重要的话语 生命节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直到最后做征战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宋读一下 你若许久围困攻打 所要取的一座城 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 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 不可砍伐 田间的树木 其实人叫你糟蹋吗 唯独你所知道 不是结果子树木 可以毁坏砍伐 用以修竹 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 直到攻他了 说有的城 可能一下子就攻击 一下子就胜过 但有的城可能会需要很大的时间 这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呢 然后这些军兵就把所有的树全部砍伐 但是神却说什么呢 不要全部都砍伐 然后把这些城打造为工具去使用 然后让这些果物成为你们能够去征战当中的食粮 要去留下来 这什么意思 就是要直到最后做鼠轮的征战 这不是简单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是告诉我们直到最后要去做征战 愿各位铭记这一点 就是这样的 我们做鼠轮的征战 要直到最后不断的去征战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到无法不胜利的结果为止 为了做这鼠林的征战 我们应该在每个地区 每个部分要去 预备鼠林的体系 这就叫做马可楼 这就是使命之家 就是地教会 那么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做马可楼呢 直到主来临那一日为止 要去做马可楼 这是鼠林征战当中 直到看到撒旦屈膝的结果为止 现在我们的教会 现在一直的讲到现场 实际上我们说要做鼠林的征战 不管是谁都拥有了对现场的心 也去在现场做马可楼 上周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内容 不管怎么样 不知不觉 我们里面就已经开始没有了现场 没有现场了真的 初代教会能够征服世界的奥秘就是 他们六天没有措施现场 犹太人 他们虽然看安心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初代教会他们的六天是没有措施现场 这就是初代教会能够征服罗马的奥秘 这就是马可楼运动 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措施现场 我们越知道这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越会知道主日礼拜如此的重要 我们就会有答案 但是现在我们所措施的什么呢 能够在这现场当中不断胜利的体系 我们要打开这样的路 让更多人能够遇到神 这就是马可楼运动 就是小组运动 就是地教会 在大丘全国都兴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万民圣土的祝福 作为众志者各位里面一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在这现场当中不要遗失我们的心 我们去想一想看我们的训练 众志者 因为他们有六日在现场当中 只是做着这样的工作岗位的工作 所以既既如此 可能会遗忘现场 上一周我们是 哪怕是一个月一次 要去把他们聚在一起 要去这个地区的现场 是我们的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为什么不要错失现场 因为错失这些现场 众志者也是优势了道理的意思 就是离世的方向 初代教会的众志者 是不管什么 他们都是成为属灵的司令官 在现场直到最后去征服 救活着现场 他们成为了属灵的司令官 被使用 所以我们通过事情可以看到这些部分 但是现在会怎么样 宗志已经迷失了方向 就是这样 他们就错失了现场 愿各位恢复 直到最后我们要去具备 做属灵征战的体系 就是恢复现场 真因如此 神会给我们 我们从来没看到的属灵的祝福 神一定会打开 也会让你们看到 那么第二点 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 要做这样的体系 直到最后去做 对吧 那么就是要去领受圣灵的引导 做最后的征战 直到最后的征战 刚开始拿着我们的炼 可能会去做 但是呢 如果以人本主义来做的话 刚开始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但是后来却没有办法形成 所以最初就要领受圣灵的引导 直到最后领受圣灵的引导为止去祷告 然后我们说要去现场 可能很多的人 刚开始心里面会有一些负担 但是不要担心 如果我心里面 真的拿着神的心愿怀抱在心 为领受圣灵的引导去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给我们打开门 那么按照神的门打开 就去引导 做就可以了 圣灵正确的指导各位 一定会给你们打开门 所以你们不要有任何的负担 首先我们是要知道 主日礼拜 要做属灵征战的准备 去胜利 在现场的那种 我们会祷告体系这部分的时候 神就会正确的打开门 会加钱给我们人 会给我们打开现场的门 我们把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 我们做话语的总结 真的如果做属灵的征战 做属灵的这些部分的时候 你的手先 灵眼就会打开 当灵眼打开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神的大事 当你看到神大事的时候 就更加能够对于教会的时间表 我自己的时间表 还有现场的时间表 能够正确的看到了 对于自我的时间表 还有我们教会神所赐的时间表 当然要看到一群被引导才可以 对吧 对于现场的这些时间表 我们说这个人是听福音的时刻了 他就会领受福音了 这个时候不仅神会加添给我们人 而且会给我们能够担当的力量 神一定会让我们体验到这一部分 所以让你们去做属灵的征战 再次给你们整理一下 当你做属灵征战的时候 灵眼就会打开 你就会看到神的大事 然后会看到神的时间表 正确的看到神的时间表 你们看这个时间表 我们就去说就可以了 看这个时间表 按照这个看到的部分去说就行 神就会给我们应允 也会赐给我们能够担当这个事工的力量 这珍贵的属灵征战的事情当中 愿各位被引导被使用 成为神所写的珍贵的 哈拉教会圣徒一子的民主 愿各位神的感谢你 作为做已经胜利的征战的我和各位 愿我们能够知道 主已经击溃了仇敌 让我们知道最后做属灵的征战 直到最后也能够去具备 做属灵征战的体系 愿我们的哈拉教会 能够在大修展成这样的体系 我们在正确的圣灵引导当中 能够打开眼目 看到神的引导体验 神的引导 愿哈拉教会随着圣徒 都能够被神做功赏出这样的祝福 特别是在属灵征战当中 我们需要最重要的准备 就是主日的话语 愿我们能够享受受不错事礼拜的祝福 愿所有的哈拉教会被神所做功 祖活着的主耶稣之名 感恩祷告阿门 现在解决我们人生 随我为主耶稣之的恩典 神无法言语的大爱 圣灵的做功 为了救活二三七五五千种族 在做广播体系的交替 愿在这一切属灵征战当中 能够胜利的百姓 请在他头上 他的子女 他的产业 还有所有的地教会宣教地 线上做礼拜的一切 现场与我们教会头上 同时都远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